畫面上可以看到克倫的工作人員 一大早就忙著收起固定船隻的繩索 準備把船隻開離富岡漁港 海溃颱風持續逼近 位於迎封面的台東跟花蓮首當其衝 就怕越晚風浪越大 讓停在漁港的克倫受到損壞 一者也在一早就趁著風浪 還沒有太大變化前 把克倫開往綠島 帶您來聽稍早訪問 在過了嗎 在那幾點 富岡沒辦法撇洪喔 沒辦法 所以去現在 可以看到綠島的南遼漁港 已經停了不少客輪跟漁船 而隨著海葵颱風持續逼近臺灣 氣象局也在早上發布了海上喬風特報 二號除了東半部外 北部的沿海跟金馬地區 比較容易有強震風 三號則是桃園以北 東半部恆春半島 澎湖馬祖 會有九到十級的強震風 也請民眾務必注意安全